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影片名字叫做《恐怖大师之家庭》 在一个和谐的小镇当中,男主弗兰克正在给一个老人洗澡,但老人不知道的是,弗兰克使用的是浓硫酸 是的,弗兰克是一个变态杀人狂,他总是会杀死自己看中的人,然后再将其做成骷髅陪伴自己 这是邮差上门来送信,弗兰克出去拿了信件 偶然发现自己对面搬来一堆小夫妻大壮和翠花 向新邻居打了招呼之后,弗兰克回家又开始制作起了家人 弗兰克端着午饭和家人一起坐在电视前,他的家人是骷髅翠花和骷髅女儿 弗兰克对妻女说,很快他们就会有新的家庭成员了 晚上对面搬来的小夫妻在外喝酒归来 过程中,大壮一不小心撞断了弗兰克门口的邮箱 翠花却敲门商讨赔偿事宜,但并没有人开门 无奈之下,大壮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了下来,然后离开 过程中,夫妻两人并没有看到破碎的邮箱里藏着一个骷髅头 第二天,夫妻两人早早的起来,想要赶紧去弗兰克家道歉商讨赔偿 但走出家门的时候,却发现对面弗兰克家的邮箱已经被修好了 在懵圈中,他们敲响了弗兰克的家门 弗兰克热情的招待了夫妻两人,三人聊得非常开心 翠花还邀请弗兰克中午去自己家中做客 过了两天后,弗兰克把骷髅爷爷给组装好了 并且带到了自己的骷髅亲女面前 在弗兰克的眼里,爷爷非常的疼爱女儿 而妻子也在旁边看报纸,一家人一起聊起了对面搬来的新邻居 在交谈中,弗兰克的老婆看出了弗兰克看上了翠花 并表示这个家庭不再需要新成员了 弗兰克被妻子戳中了内心,于是显得有点心虚 这个时候,女儿提出,家里还需要一位新奶奶 弗兰克因为喜爱女儿,所以马上开车出门去寻找奶奶 很快,弗兰克在大街上找到了一位老太太 并将其骗回家里做成了窟窿 星期五晚上,弗兰克如约来到了翠花家做客 这次的聚会更加的轻松愉快,聊天当中弗兰克得知大壮士一个医生 两人因为女儿的去世触景伤情,所以才搬到了这个小镇 而弗兰克之前也和两人住在同一个城市 不过后来受到了女人的欺骗,于是也来到了这个小镇疗伤 并且表明自己现在是一个独居的中年大叔 晚饭之后,洋装离开的弗兰克躲在房外,偷窥了翠花夫妻俩的生活 他看见俩人正在吵架,弗兰克此时突然觉得自己才是翠花的真爱 回家后,弗兰克的老婆看出了弗兰克的企图,两人大吵了一架 就在两人争执的时候,女儿走了出来 房间里弗兰克正在哄着女儿入睡,女儿表明自己还想要一个姐姐 此话一出,弗兰克立马又出门开始乌色骷髅姐姐 结果跟踪的时候不小心出了车祸,被路人送到了邻居家大壮的医院 大壮在为弗兰克好好的包扎了后,就让弗兰克出院回家了 第二天弗兰克发现邻居家门前停了一辆警车 等警车走了之后,弗兰克敲响了邻居家的门 来开门的是翠花,翠花表明大壮失踪了 可因为之前翠花和大壮曾大吵过一架 因此警察也认为大壮不是失踪,而是自己不想回家 弗兰克听完之后暗自窃喜,这下自己可就有机会了 回到家之后,弗兰克直接砸碎了妻子的窟窿 正被腾出空间让翠花就位 很快大壮失踪足足有一周时间了 弗兰克觉得时机到了,就准备对翠花动手 弗兰克邀请邻居翠花来家里吃饭 翠花哭着表示,大壮消失这么久,是肯定不要自己 而自己现在需要走出来 弗兰克一听,顿时感觉好机会来了 他赶紧向翠花表白,但是却遭到了拒绝 为了缓解尴尬,翠花表示想要参观弗兰克的家 而是打开房门时,翠花惊呆了 因为家里竟然摆放着三具骷髅 这时弗兰克露出了真面目 他拿出了一根绳子勒住翠花 想要将它也做成骷髅,去回家陪伴自己 就在这个时候,大壮突然出现迷晕了弗兰克 等到弗兰克再次醒来时 他已经被夫妻两人绑在了椅子上 原来弗兰克制作的骷髅女儿 就是夫妻两人去世的女儿 夫妻两人正是为了报仇 所以才搬来这个小镇,并与弗兰克成为了邻居 故事的最后,身为医生的大壮将弗兰克做成了骷髅 并使用一切药物维持着弗兰克的生命 让弗兰克尝到了成为骷髅的过程和滋味 这部电影也告诉我们 出门在外,不要乱和陌生人搭话 知人知面部